救国团新任总干事林耀爷即将上任 13号前往花莲县政府拜会县长徐真伟 并讨论救国团未来推动的方针 县长徐真伟也希望新任的总干事 对于未来培育人才的工作 今年度能够推动 培养未来人才提升竞争力 救国团台东团会总干事林耀爷 在3月9号办理新协任总干事教育典礼 而林耀爷在3月14号将回到花莲 担任救国团花莲县团会总干事一职 正式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服务 在交接之前 13号并且带领着活动组长和干部 前往花莲县政府拜会县长徐真伟 连位表示 正式回来就是要先把各项正式救国团 来培养年轻学子 让各救国团能够年轻化 为救国团注入一股新气象 未来台东有两个点 所以可以拨展我们的 包括我们未来申请中生学习 热灵中心 还有所谓的文化健康文件站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以前没有做过的 我们来做一个突破 那另外的话就是在各乡镇的部分 我希望能够让义工年轻化 所以说我们就是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能够回乡服务 包括原住民的部分 回来这个花莲之后 花莲有三个原住民乡 包括秀林万能和卓西 我想我要做的东西 我还做 对 但当然未来也是要遵照我们作为的指示 现在许中也相当肯定 新的种干涉过去的努力和成绩 也希望为花莲带动新的氛围 让花莲更加有活力 点而表示 救国团秉持着我们为青年服务 青年为国家服务的宗旨 排除万能在资源紧缩之下 继续朝着救国团四大职业公益 教育服务健康来努力 让团务工作能够在地发光发热 记得就会花莲带到